3,2,1 Hello大家,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购物分享视频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录购物分享视频了 这一期我就把6月份到7月份买的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好东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一只手镯 这是一个宽体手镯 通体都是银色的 中间这边镶嵌了一个像水滴形状的一个白玛瑙 因为我的手腕属于比较细的那一种 所以我很难去买到这种非常合适的宽体手镯 但这一只的大小就非常的刚好 大概卡到这个位置手镯就会比较的紧了 就基本上不太再会划来划去 大面积的宽体的银饰会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硬朗的 但是因为它上面的线条会做了一些弧线 就在这一种硬朗的风格中增加了一点点温柔的元素 穿一个很温柔的裙子 搭一个这个镯子 它一下子就会成为这一套穿搭中非常点缀的一个亮点 同样给我刚刚那只手镯 相似的感觉的是这一只戒指 它也是通体很宽的这一种银 中间镶了一个白玛瑙 远远的看其实还挺像满月的 这只戒指的周边还挺一时流的 反正它就是一种很不规则形状的一个宽体的戒指 就只要你的首饰盒里有任何非常简单款式的银制的戒指 我觉得都是可以跟这一只搭的很好的 接下来是我买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珍珠单品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买这么甜美又温柔的首饰了 但这一只项链真的超漂亮 一般项链不都是这样子往后寄的吗 但这一只项链恰恰相反 它是整个往前寄的 它的背后有一个这样子的卡针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 把这个项链卡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最近入手了一些偏西装马甲那个类型的小背心 它下面的这一根链子就正正好好的锤在胸口的下方 接下来是我在一家线下首饰店淘到的 非常漂亮的心中式的法郎耳环 法郎的工艺一直就都会比较的复杂 它上面像这一种金丝线 很像那一种祥云的图案 它的通体是这一种红色和玉石色的相间 像这个耳环搭心中式的衣服非常的好看 然后包括一些纯黑色的连衣裙 然后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 我耳朵上这一只大大圈圈的耳环 就它其实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纯素圈耳环 但我想说的是它的大小真的非常的合适 当时呢这个耳环它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模特好像戴的是5.5还是6厘米左右的大圈 这一只是5厘米的 我感觉这个大小其实正正好好 让这一个耳环属于一个 在脸上比较突出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有像我1米60不到的个子的女生 想要买这一种存在感比较大的素圈 那我觉得5厘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之前我在大阪有买到另外一只 看起来还小蛮多的一只 像这一只就属于不规则的圆形 就前后左右还有一点扭曲的那一种 虽然它其实圈圈也蛮大的 但是戴上它完全就是属于比较文艺 比较温柔的感觉 然后这两只我都很喜欢 我觉得可以适合不同的穿搭风格 接下来我要分享三只包包 是我最近买到的觉得非常非常满意的包包 当然都不是什么大牌子 第一只是这个超红 是不是看起来甚至有一点像昏包 我觉得店的摆设真的是一门学问 我当时去到那一家店 那个店呢是开在街边的 而且是那种纯玻璃的落地窗 阳光洒进来 正好照在这一只包包上面 就非常非常的有那一种丝绸的光亮的光泽感 特别特别的高级 但因为我现在是日光本 所以可能有一点看不太出来 把这一颗珍珠做的非常的好看 很亮 虽然它应该是一个塑料的 我自己出门就非常爱戴这一只包包 就夏天可太适合这一种大红色了 真的是太喜欢红色了 我又看中了一个小小的口径包 而且正好在打折超级便宜 它的风格还挺有soso的那个风格的 我一开始以为上面是樱桃 后来我才发现它上面就是一个小钱包 就是那个小口径包的图案 非常的可爱 这两个红色 这个看起来会更热烈一点 然后这个看起来会更俏皮一些吗 而且它的长度其实除了手拎之外 还可以画在肩膀上 就阵阵好好的有一点点偏向腋下包的那个长度 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包 这个也是在大阪买的 这个包包超好看 它会有一点点小香风的感觉 它应该是属于真织面料的包 是一个非常厚实的布料 它的这个材质基本不会让这个包包看起来很皱 很没有质感 打开以后它的容量也非常的大 接下来就是一个优衣库夏天很受欢迎的系列 它主打的就是吸汗透气比较素肝 而且基本上不怎么会露出妇孺 偏良感的一个面料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入的一个 就是带胸垫的一个打底的背心 穿在身上它也是一个比较短的那种辣妹造型的风格 像它的这一个肩带也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 拆下肩带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抹胸了 然后同样是优衣库我买到了一件这个镂空的开衫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像上海这么热的天很多的室内其实都非常的冷 所以如果单穿吊带的话在室内会觉得有点冷 我都会带一件这样子的小开衫出去 虽然是夏天 但是因为它上面的这一个洞洞网眼还是很密集的 所以穿在身上不会感觉到热 算厨房用品吧 它是一个围裙 而且他们家围裙寄过来 那个包装真的是出乎意料 我甚至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小礼品送人 店主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设计师 它真的好可爱 下面这个标志是他们的logo的标志 它旁边是另外缝了这一种大大的荷叶边 可以近距离看它的刺绣 绣得超好 看这个爱心 我是属于混干皮 哪怕我觉得我之前的保湿或者是近期护肤 效果还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我上妆的时候 我的脸颊两边还是会有一点干 或者是刚刚化完妆感觉还好 但是可能出门没过多久 脸上一下子就会变干 脸上一变干 然后整个妆容就会变得非常的斑驳 就会很不好看 显得妆容脏脏的 所以我最近就在改进这个问题 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效的 然后我大概换了一些产品 每次化妆前我就想赶快化完 赶快出门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样一盒面膜 就是它上面这里都说明了 就是你只需要敷60秒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精华并不是很多 然后面膜质也并不是很服贴 我每次就是先把它敷上去洗手 准备一些化妆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直接截掉了 非常方便 这个面膜我敷完之后就不洗了 我就直接开始涂水 继续后面的上妆步骤 这样子上出来的妆还挺服贴的 而且还蛮透亮的 同时我把我的妆前乳 换成了Bobbi Brown的这一支橘子面霜 这个橘子面霜对于我这种混干皮来说简直就是有如神助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滋润的一款妆前面霜 所以每一次的用量真的不用太大 涂起来以后皮肤的质感就是水水润润的 而且它也不闷不油 就是非常的清爽干干净净 而且它里面是有添加护肤品成分的 所以用起来是一个非常安心的化妆品 年纪渐长 就是我的面中现在开始有一点凹下去 所以我会希望我的面中这边腮红是属于那种膨胀色 让我的整个脸可以膨起来 正好看到一个美妆博主 它有在推这个颜色 我之前的腮红可能都是粉调啊或者是橘调 像这样子紫色的我还是第一次用 没有想到它这么好看 这个颜色我看起来是那种很不敢用的颜色 所以我这个没有用过 我基本都是用这一边紫色的这一块 拍一拍 然后直接打在我的面中凹陷的这颗地方 然后它就会有很好看的那一种淡淡的紫色 接下来是一个眼膜 也是我最近试用的新的产品 我已经用完一盒了 它跟我之前买的眼膜不太一样 它是这一种蝴蝶形状的 哎真的是现在法令纹也开始逐渐的浮现 所以呢这个眼膜它不光是眼膜 正好在敷我的眼下部分的时候 会顺便把我的法令纹也一起敷了 它敷在皮肤上的敷感是非常好的 就像那种非常服贴的薄薄的面膜纸一样 这盒用完我就没有库存了 我应该趁最近淘宝在做活动的时候还会再吞一些 这个是上次朋友来给我们拎的一箱河马会员店的 阳光玫瑰汁香清蹄茶 它的配料表也比较干净 就是各种原汁 浓缩汁 还有绿茶和饮用水 没有加糖 这是阳光玫瑰季的限定 就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比较喜欢吃葡萄的人应该会满喜欢这个味道的 除了果香味还会有那种淡淡的绿茶味 一般这个我会喜欢冰镇起来喝 冰起来喝会比较的好喝 接下来是一些小零食 这是叫做脆皮布朗尼 我之前又买了四袋 然后前两天开了一袋摩卡口味之后 一下子就炫完了 这个真的很好吃 巧克力味还有这个泰式奶茶风味 它加的是红糖 然后剩下的配料就是一些坚果啊 或者是椰子粉啊椰子油啊可可粉啊之类的 官网是说它的泰式奶茶风味的 好像口味又升级了 所以可能会更好吃了 除了中间的坚果 旁边这一圈的小饼干 都是有那种非常浓郁的 泰式奶茶的香香的味道 这是它一袋的量 我宣布这个就是我最近追奥运会的小零食之一 正好录完 然后现在太阳准备下山了 马上就要没有光了 那这一期的购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 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